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9号星期日 大家好 内蒙古东北部有过牙克什市的 伊图里河镇森林公安局 发生了持枪的火冰枪战 是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当天 他们的森林安保大队队长 陈立军持枪 就是说打死了他们两个副局长 一个叫宋辉 一个叫赵丽 据说是先是打枪 打枪之后 然后近距离又补了一枪 确认他们两个死亡 就说明了并不是说一时兴起 然后好像吵起来了 然后动了手开了枪了 说明了他的森林安保大队队长 陈立军是蓄意的 就是蓄谋的 就是想要这两个副局长 宋辉和赵丽的命 就是来锁命的 所以这个要说清楚 不是说大家喝了酒 打起来了 不是 这里面有问题 那么他们的地方的群众 现在反正就说这里边有利益纠纷 具体是什么 现在说不清楚 然后据说公安部 内蒙古 他们省公安局都派人下去了 下去了之后 现在在压这个事情 不让说 欺上玩下 先把这个事情内部处理 咱先把这事说完 陈立军近距离又补了两枪 确认宋辉和赵丽死亡 然后就其他警员不就那就听了枪声了吗 就喊大人杀人了 然后就有其他警员就试图来阻止他 阻止他的时候 他就跟其他警员又发生了枪战 又击伤了另外三个警员 叫一杰 徐辉和刘家露 隐杰 隐杰 徐辉 刘家露 把他们三个打伤了 打伤了之后 然后后来人家那边人多了 多了他跑了 跑掉了之后 在追捕的围捕的过程当中 后来由他的家属去劝他 最后他脚片投降 人没有死 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把这个事的前因后果 按理说是可以弄清楚的 但是现在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就是说他们当地的公安局 不想让大家知道真实情况 现在在漆长门下 试图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 作为我们外媒 我们来一个报道 我们希望就是说引起北京的重视 来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为了什么 最后把大家逼上了这个情况 到底是为了什么利益究国 然后怎么能够避免这个事情 是吧 好吧 这条新闻我们播到这里 后面有什么后续的新闻的这种消息 我们等下大家汇报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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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